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到南京来 给大家讲一讲UEI-5有关的事情 因为这个BIOSUEI-5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很老的事情 从1985开始,IBM退出这个BIOS 我们做了20年的BIOS 然后呢,又开始做UEI-5,现在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那么,这个东西大家都在说,是不是就做到头了 那么,我觉得啊,就是说我们做得越来越精,做得越来越好 什么安全的啊,什么某块化的啊,开始启动啊 但是,实际上我们要跳出这个PC的这个方向式 这个实际上这个世界,远远比我们想象的一台机器要大得多 那么,我今天呢,就是希望就是包在领域 就是从计算区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UEI-5,这个System Program 这个东西,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 那首先的话,我们想,我们这个BIOS的话 最早是从一个台式机开始 这个架构啊,就是初始化 那个Memory,然后CPU,这个外设 基本上这个架构都没什么大的变化 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台式器呢,开始做到服务器 那就出来了很多可靠性的东西 大家开始做什么ROS啊 这个Remote Management啊,BMC啊,ROS啊 这个topic好像在这里也不是太多 但实际上呢,做了服务器之后呢 发现这个,又出现了虚拟机 虚拟机这个东西实际上最早的时候 是IBM是在这个Firmware里面做的 那个一直到很最近,应该是 那VMware才从BIOS上面 开始做了一层虚拟机 而VMware才引入了在服务器里面 可以同时发起的OS 但是,实际上这个技术发展很快 我们现在的话都已经进入到了 硬件的话,进入到了这个Resource pool 比如这个CPU pool啊,Memory pool啊 那么,如果可以想象,如果你有9000个CPU 就有1万个CPU在一起 你整个人考一个优业化的BIOS 你考什么东西,对吧 如果Intel它也搞出来新的Memory 那些新的MV电脑整个用法 那很多Memory你是在一个系统里面 就拿出一块用,还是把它分开来用 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讲究的东西 特别是现在的话,又引进了很多加速器的电源 像这个Intel的话搞出来 那个Zeon class FPGA 对吧,那么 那么,然后像我们华为的 还有像微软 它在它的数据中心里面用了很多FPA 那么FPA加速器 还有NVIDIA的GP GPU 这些东西怎么和我们的计算系统混合在一起 这个都是很值得大家来思考的 那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System firmware 就是要支持这些新的计算系统 这个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我们就是要集合 不但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人 还要有这个学术界的人 一起来探讨 怎么样把事情做得更好 有PPT找出来 有PPT找出来 还有这个被子 对这种 好,我很感激 我是就是 对 我去介绍一下 我是這個,华为的 这个 我去介绍一下 我是这个 首席架构是到华为工作五年 在华为之前是在白澳 白澳的创始之一 在白澳之前也在南京 是Philix南京Office的总管 这位首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从虚拟化的角度来讲 这个formware可以在虚拟化里面做些什么东西 这个呢我们实际上已经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 包括就是Intel的话它在这一方面搞了一些就是 Wide Paper就是Beyond Bias的一系列的Wide Paper 其中有一个就是Beyond Bias,Launch,DMF 大家可以在记者上面去参考那个配合 那我这边呢大概讲一下分成这几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就是讲一下这个Virtualization 然后呢大概介绍一下Virtualization的技术 然后讲一下这个UEFI和ACPI跟这个Virtualization有什么关系 最后呢就是讲一下我们以什么方式去 在这个formware里面去实现这些Virtualization 那么以及这个Virtualization这些东西我做好了之后 它的一些应用场景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我们比较熟悉的虚拟机的话呢 都是在一个Handware上面呢我们就搞一个OS 然后在这个OS上面有一个Hypervisor 然后里面就分成很多Virtual Machines 那么这个Virtual Machines的话呢就可以 每个Virtual Machines一般来就放一个Application 那么这个需要就是浪期的Virtual Machines 这个形式但是大家知道随着云计算的这个发展 现在那个叫做Container是容器技术出来的很快 那容器技术最早的话应用在Google的社群里面 因为他们的虚拟机的话需要上来可能用一下子就要换 对吧 那么这个虚拟机的话你要装一个虚拟机 如果大家在服务器上装过虚拟机的话 装一个虚拟机还是蛮费劲的装半天 但是如果你装半天装半个小时用一分钟就不行 所以说后来这个容器技术发展的很快 那个像Bulk这些技术大家就是可以去在网上搜一搜 那么容器它也实际上是一种虚拟技术 那么在用容器的时候呢 大家就对容器和Virtual Machines做了一个比较 如果这个容器那么好那么快 这个那我为什么就不用都用容器 我就不用虚拟化 但是容器呢它有一个弱点 它就是容器和容器之间呢 它的安全性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让就是说不同 比如说onnet这个容器啊 通过一个硬件的partition 让一部分容器是跑在一个Virtual Machines里面 或者一个partition里面 那么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 这个security的问题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虚拟机的问题呢 就是现在我们硬件技术不断发展 呃原来我们是一个CPU好两个虚拟机 这个就那个觉得就是很 呃很好就利率高了对吧 但是这是我们虚拟机发明的时候 是为了利用这个CPU的核 把它利用为提高 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 我们做一个CPU里面都是好几十个核 对吧弄两个CPU那就是上百个核 那上百个核啊 很多个CPU 你上面在跑一个虚拟机 这个情况下觉得说 你一个hypervisor下面可能说是 比如说一百个CPU吧 CPU核在里面 那你这个在横向调度 CPU的横向调度上面 就会损失到你很多的这个 呃就是计算能力 真正用来做application的能力 就会显示掉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很多核的情况下 那你用一个hypervisor 实际上是一个不合适的这种选择 呃特别是如果你看 我这里一个hypervisor 它管下面所有核 一旦我这个hypervisor受到攻击 或者出了错误 那我上面所有的virtual machine 全部都死掉 嗯 这个也不是我们在这个 高可高性的计算机上面 希望的情况 所以呃根据这两点的话呢 呃一个是安全问题 一个是这些就是可靠性 和performance的问题 我们看看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就是硬件辅助虚拟化 啊来提高这个呃 虚拟机的计算能力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呃什么是虚拟机 有大概几种虚拟机 那我们一般说来的话呢 就是我有一个机器的话呢 就是一个server language 上面跑一个BIOS 然后我BIOS 这是你买的机器 对吧 一般都带OS 然后你进装一个OS 然后再跑一个app 再跑一个app 所以说这个是最最原始的状态 那么为了利用它的时候呢 你除了跑OS application之外 你可以再跑一个虚拟机 那个是早期的虚拟机呢 是呃 叫做type2的虚拟机 它是跑在OS上面 那我们要取题出来就是像 DMware的gsx 那你在一个OS上面 你装了gsx 之后可以再装一个guestOS 那么这个guestOS 里面呢 再跑一个application 啊 这是type2 那么后来这个虚拟机呢 它又改进 像我为了 就拿最popular的NMware的 esx 现在是叫做esxr 那么它就直接跑在这个biometer上面 但是它实际上也是相当于一个OS 那么在它上面再跑一个guestOS 然后再跑application 那相当于有两成的OS 然后再跑application 那我们把这个guestOS的这一层呢 叫做virtual machine 那么在下面这一层管理这个virtual machine的话呢 就是说 virtual machine management 就是VMM 这个guest 大家大概清除一下 那么当然现在在有的教科书里面呢 又说 有一种叫做type0的这个 virtual machine 就是说更简单的 virtual machine 放在这个firmware里面 但是实际上 只要是直接跑在硬件上面 我觉得你 不管是你是爬在 就是 就是 存储上面 还是爬在firmware里面 实至是一样 就是 我还是说 这个type1 就是 直接跑在硬件上面就可以 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virtual machine 如果你去 买一个机器 你要说 我要装一个 要用 用它这个virtualization的功能 我们应该首先要理解 什么是virtualization 虚拟对吧 很多人呢 认为虚拟就是 我模拟一个东西 等来有一样东西 我可以模拟 这三样东西来 它就是虚拟 但是 实际上呢 这个概念呢 是更为广阔一点 它是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呢 就是attraction 抽象 所以说 所以说 如果你 比如说 你有一个存存在 在原上 对吧 这个原上 可以变成你的 local的一个 什么d盘啊 f盘 那也是虚拟化 对吧 因为 你在你的本机上面 没有一个硬盘 是一个零盘 所以也是一个虚拟化 那 另外一种虚拟化呢 也是 我今天主要要讲的 就是一个position 如果你有很多核 你给它分割开 或者是你有很多机器 你给它整合起来 就是 分合 那也是虚拟化 那 实际上那种 这个 这个 效率最低的是 这个软件的模拟 就是muration 那个 我们现在 就是说 真正的虚拟机里面 用的这个东西 越来越少 那就是说 没有办法 使用 那 那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我这个virtual machine 的话呢 我 原来的话 一个虚拟机 这个虚拟机 上面 你再要 加载一个 guestOS 那么这个 guestOS 和vm 之间 是什么样的 chip 真的是 没有一个完整的 定义 啊 那么 啊 就是 前面很多 你们放的 我一直在这个 就是open source 既然 既然我们 买一个 这个 finecraft的机器 过来的时候啊 它是一个 hardware 然后 你唯一的 软件的接口 就是一个bios 你也要放一下 对不对 那你虚拟机实际上 你只需要 有一个软件 就会 你就有一个虚拟机 所以说 我 希望把那个虚拟机的定义啊 跟 这个 真正的一台实体机的定义一样 你有一个bios 我有一个virtual bios 那么 我就有这个 就有一个虚拟机 那 我们现在就要探讨一下 啊 我怎么样来build 这个virtual bios 因为 但是 因为我们 对UEFI ACTR都已经研究了那么久了 那我们就 是不是可以直接把这个UEFI 啊 ACTR的标准 直接拿过来 再build 一个bios 的interface 啊 就变成这个virtual bias 就是虚拟机的接口 这个虚拟机的接口上面 装到OS 我都可以不管它 它还是一个虚拟机 那么我们具体 就来看一下 这个 呃 这个 呃 这个UEFI ACTR有什么用 那首先 你要做一个虚拟机的话呢 你 呃 我们做的事情呢 就跟我们 现在做 滑压式的情况 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 我们 做滑压式的话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找到一个 硬件的 expect 啊 上面有什么硬件 我要很忠实的 把硬件都出示化好 然后把这些硬件的资源 都整理好 然后通过ACTR会报的OS 是不是 但是我们在虚拟机的情况下 我们有很多的资源 就我刚才提到的资源池的概念 你是根据客户的需求 或者是应用的需求 它需要怎么样一个服务器 我把其中的一部分资源拿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一部分资源呢 变成 我的一个虚拟机 所以说 我这个 Virtual BIOS 和这个 虚拟的BIOS 是不一样的 那 在 我在这个 Firmware里面做的时候呢 我也 有很多 这个 原来有的 软件的功能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虚拟机 这个虚拟机 要模仪0.1个CPU 什么啊 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了 我现在就是 有100个核 我能够分出一个核 就可以了 所以说 我这个虚拟机呢 我实际上 通过 它能够捷径 我还是在跑一个实体的CPU 所以我要给它定下来 我跑哪个CPU 在我这个虚拟机里面 那 那 这个 Memory 啊 我们知道 我们在做BIOS的时候 实际上 如果你是要 这个 芯片 最难的是 就是要把它 过这个 Memory Initial 也许这一关 虽然现在很多 都是Intel 它都做好了 但是 就是 真正要做这个 Memory 初始化 那是最困难的一关 那我们在虚拟机的时候呢 实际上 这个尸体的BIOS 就是把Memory的 Initializing做好 那我们实际上 是要拿出一块Memory 来放到虚拟机里面 那可以用 比如说 那种 那种 就是拿Intel做的 这个 VSC Virtual Machine Configure VMCS VMCS 就是Virtual Machine Configure Structure 里面就是 前几个值 那么我就把 这个Memory 就是映射下去 那么我们 这个 要做一个 Virtual Machine 的话 把那个 Network Virtual Network Virtual Storage Device 这些东西 接上去 那么我这个 计算啊 成组啊 Network啊 Storage啊 东西啊 那我就可以 用一个 用一个Virtual Machine 那 我们做了一些 就是初步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这个 现在的这个 UFI Specs 基本上 就可以 满足 这个 来做的一个 Virtual Machine的需求 那么 在 实际上 很早的时候 应该 大概是 Intel啊 他就在 那个 OVMF 那个里面 就基本上 介绍一下 怎么样 这个 给一个 Virtual Machine 做Virtual Machine 就需要的一些 Marco Jive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已经有一个 就是 Open Source的东西 所以大家 如果感兴趣的话 实际上都可以自己去 就是不断的完善 这个 呃 我们现在 UEMI 今天 这次会议的话 也专门提倡一下 这个 Open Source 大家都可以去 去做这个东西 那 事实上的话 如果我们看一下 Windows 就是 你拿一个服务器 你装一个Windows的 Hypervisor 然后你再装一个OS 上去 你就发现 你进入这个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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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那个 Guest OS 你可以看到 几乎是跟 这个 Vinical 这个OS 一样的 一些 我叫 Elas Manager 所以说 实际上 在Windows里面 他已经按照 这个 UEFR的标准 或者是 HP2的标准 做了那个 Windows 他的Guest OS 实际上就是 按照这个 Interface 加上去 所以 只是 没有很明显的 显示阻力 那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呃 回顾一下 这个 ACTI 为什么 重要 因为 现在 我们 UEIFI 标准的话 主要就是一个 啟動的接口 所以 你一旦 起来之后 我们 这个 EFI 就 不用了 这个 少数的 Runtime Service 那你这个 机器里面 它最主要的 一些功能 才是通过 通过ACTI 化上去 那么 为什么 一开始 就是 我们看到 任何的朋友 比较多呢 因为ACTI 标准的 这种 这种 实际上 就是 Microsoft 当初 因为 都是 Legacy 的东西 BIOS 是BIOS 做 它 没法知道 一台机器 起来之后 里面 到底有多少硬件 这些硬件 怎么样 控制 所以说 它的一个OS 起来的时候 根据 BiOS 做的好坏 这个 质量差别很多 特别是像 就是 你开始睡觉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以 有的时候不可以 所以说 威廉那个时候 就花了很大的功夫 把所有的 全球的 ODM OEM 厂商 搞了一个ACTI SPAC 然后搞了一个 劳动认证 那么 这个东西就 推起来了 但是 这个东西呢 很难 背 就是说 整个业绩 结社 因为它有Linux Linux 是一个大特 那么 但是 这个标准呢 就是一直 都是 14个公司 当初 是Intel Microsoft HP Phoenix 和 Toshiba 我当初是 负责 Phoenix 这个 Alios 的科目 所以 也正好是 其中之一 那么 为了这个 让这个 ACTI 那么好一个问题 是一个 被广泛的应用呢 就是 当初 像 魏东 HP 那边 就 努力了一下 就把这个 ACTI的标准 放到 Nuiar 这里面 所以说 现在这个 ACTI的标准 Nuiar 我觉得 实际上 这个事情很早就谈过了 所以 现在 很多 这个 OpenSource的 都已经 support 这个ACTI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CTI 我们到底是要做什么 那么 做这个ACTI 里面呢 我们主要就是说 刚才跟我刚才讲的一样 我不是说是要 告诉这个OS 我有什么东西 而是 要告诉这个OS 我有什么 virtual hardware 所以说 这个virtual hardware 你可以是 抽象出来的一个 比如说 语言的Disk 也可以说 你是你一个 Petition出来的 SPU 或者是 你有一个 Mapping出来的 secondary 的 Memory 这个Table 那 特别 有用的 也 就是 特别容易 遗久的话呢 我们就拿这个 PCI 来说 PCI 的 整形呢 PCI Sync 呢 它 这个一个 一个场里面呢 只有一个Virtual hardware 那么 后来就引进了 像 SRIO密 那么 就有很多Virtual hardware 那我们的虚拟器里面呢 可能就要跟一个Virtual function 就可以了 所以 随着这个 技术的发展 实际上 像 分CPU 分Memory 都已经 各种东西 但是 这个CPU 的话呢 我们有很多 有的是 有的是 Intel CPU 它有一些 比如说 呃 它有一些 Memory 它相互之间的 tomperage 相互之间的 位置 你怎么样来划分 这些东西 还是 比较重要的 所以 我们可能还需要 就是 把那个 Virtual hardware 在标准 在进度的拨充 就是 让你知道 我把 以这个CPU 进的Memory 分到一起 一个虚拟机器上 或者是 这个Memory 的话 本来那个就是 一个Memory 以后的Memory 它要 所谓我这个Memory 是在什么位置 啊 我是 是 Non-Vorator 还是 就是 Vorator 的Memory 这样子呢 有变化就是 构建的 虚拟机 那么 从 这些角度 来说 的话呢 相对说来 一个OS 要构建一个虚拟机 到 优化成功 它是比较困难 但是 你作为 这个Hardware 的Biasman 来构建这个虚拟机 就比较方便 那 呃 我们用ACPI之后呢 我发现就是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就是 我们ACPI 一开始是用来做 Power Management 然后 也做一些Rust的功能 像 这个热插拔啊 开始启动啊 等等 啊 这个 我们说 比如说 S3 那 那 我可以通过S3 把它 把一个CPU的S3 然后把这个条件 迁移到另外一个CPU 那 另外一个CPU 来显摆 那个实现 比如说 一个 CPU的迁移 啊 这种 都是有可能的 那 S4 可以 我可以 建一个 就是 Virtual Machine 然后让它S3 然后 很快的起来 那 这也是 当然 不可能的 所以说 我就是大概 讲一下 比如说像 CStata PStata DStata 我们这个 怎么样 利用这些 我们已经 有追过的功能 放到这个 Virtual Machine 里面 这个 我看到过一篇 Paper 好像是 英特尔文人写的 它有 详细的 就是 分析了一下 就是 在Virtual Machine 里面 这个ACPR 有些 State 什么样的 影响 那 我们 看看 我们要做的话 我怎么做 当然 如果一个东西 在 Disk 上面的软件 能做的话 我可以把 软件全部 翻到 8月 上面 我也可以做 所以说 这是 完全放在Disk上面 还是放在 这个 Formware 这个芯片里面 实际上 现在Disk 也是一个 芯片 所以 差不多 但是 我的 想法呢 就是说 我们居然是要做到 这个Formware 里面 我们是希望 就是把它讲话 要 我们希望它的 稳定性提高 它的可靠性提高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 Verture Machine 的话呢 基本上呢 是这么一个架构 网络和层屠 就是Net or Send 这些呢 基本上都是 可以就是 就是 算是 就是 从Network 接上去 那我们主要 是要搞的是 一个 CPU 那个Memory 那 当然还有那个 Io 那 呃 我们 看到的 Verture Machine 呢 它原来的 它最主要 有几个弱点 第一个就是 因为它有一个 VM 把它 怎么样 也是多了一层 就是Software 之后呢 它的性能 肯定要降低 然后 你跟单个的OS比的话 你有多了一个VMM 这个VMM 也可能被攻击 对吧 而且这个被攻击的时候 呃 呃 对我们的损失也是比较大 所以说它的安全性呢 呃 也可能 就是 降低 那我们要提高这个 要提高这个 呃 我虚拟机的这个安全性的话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我把这个VMM弄得很小 或者是没有 或者是没有 我这个Proformance也上来了 我的安全性也上来了 这两个系统都没有办法 啊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有没有可能 啊 这个 呃 如果 我这个是一张图 大概 就是解析一下 通过UEFI和 这个ACPI 我们怎么样 来做一个 VM Rush Machine 那 第一个就是 我们 首先要知道 我们需要做一个 什么样的Rush Machine 什么 2Core啊 啊 啊 就是 4G的Memory啊 这些基本需求 然后呢 我们通过 我们这个Frontware呢 通过这个Protition的方法 或者是 啊 Hardware 就是 的方法 把这些resource呢 就是放到 这个 一个 库里面 做成一个Virtual Hardware 然后呢 我们就是 呃 这些Hardware做好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放到一个 ACPI的表里面 就是告诉这个OS 我放进了什么Hardware 所以 我们会 要做一个 Virtual ACPI 所以 为了 加载一个OS 我还要 再做一个 UEFI的 interface 所以说这个OS呢 最理想的情况下 这OS 都不用改 原来什么样的OS 看到一个 UEFI的 interface 它就 boot 不起来 那么 你boot 起来之后 大家知道 EFI的code 就没有了 认了 啊 这个 这个 就好像是我们 FIRS里面 Post Code 过了之后 就不用了 只用那个 Long Time Code 所以说 这个时候 ACPI的code 啊 就可以 可以吸收到 这个OS里面 这个 等于说 OS 把 ACPI的 运动 进去之后 就变成了 Case of OS 那么可能 有一点 code left 比如说 那个 那个 ASL Code 有个OS 那么 相对说 实际上 这个Virtual hardware 在认识的时候 上面 直接就 好一个OS 对吧 它们 还是 还是 比较 清楚 那么 在这个Virtual hardware 下面呢 有一个 VMM 那 这些 VMM 呢 原来 当初做出来的话 都是用 用软件做的 相当复杂 但是这个 我们现在就是 Hardware Hardware Assisted 的Virtual 是越来越成熟了 所以 你先看 这个Virtual Machine 它的性能很高 不是说它软件 寫得好 它根本就零用 用软件 用的是硬件 如果 如果 只是配配 这个 那个 Magist 的话 那 Wire 是 配不下 所以我可以 比如说 用 Intel的VTX VTD VTC 这些东西 来 配一下 那我就可以 把 一部分的 memory assign 到一个 Virtual Machine 实际上呢 不管是 Arm Intel IBM HP 甚至 Haw 大家都有各种 各样的 技术 可能有的技术 就不太 popular 不像 Intel 技术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这里 讲的 Secure Boot IBM 很早的时候 它就做了 叫做 TPM 所以说 可以 你这个 TPM 也可以 做成 Virtualized TPM 然后呢 每个Virtual Machine 里面 好一个TPM 那么 还都有 就是 刚才 讲 那个 Inf 讲的那些 Security 的公文 都还 保留下来 但是 对我说 现在看来 以后最有用的 就是 PCI 的东西 就是 它的 SRI ROV ROV 这个功能 是 特别重要的 所以 我们就 来看一下 这个 PCI 它 这个 Hardware Hardware Assistant Virtualization 怎么样 那么 这边 那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 在 这个 PCI Hardware 里面 它有一些 就是 基本的 Bogic 然后呢 它可以 在 这个 Virtual Machine Monitor里面 就是 录在 它的 physical driver 然后呢 再 通过一个 Virtual Switch 去 连接到 不同的VM上面 那么 每个VM上面 都可以 去 access 如果这个是 网卡的话 都可以去 控这个 网卡 然后通过 Virtual Switch 这个 VM 来 控制 但是 现在呢 有了 这个 SRIV 之后呢 现在 我的VM 通过 Virtual Function driver 的时候呢 我不需要 跟这个VM 有任何 就是 Integration 我直接 就进入 这个 R1 所以说 通过 这个 PCIe 的 Technology Intel Virtual Virtual 那我就可以 直接 就是 去 控制 不同的VM 就可以直接去 控制 一个 Philip的PCI Device 就像 那 那 那么 对于我的VM 我看到的 还是 都是一个独立 相互 相互 相互是没有 这个 interruption 那 我们实际上 现在 分CPU 没有什么问题 分Memory 也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说是 分PCIe卡 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 现在 最大的问题 还是 在Io 的Io Io Io 简单说 KeyBot 对吧 就是 一个KeyBot 你要把所有的Virtual Machine 就比较麻烦 所以说 有些 Immoration 可能 还是需要 在Firmware 里面 要做自己 那 我们 再 大概 如果我有一个系统 对吧 我有很多 这个是有很多个小系统 留在一起 我的概念就是说 原来我们做 8秒的时候 大家都想到一个小系统 我们叫小系统 也就是说 大家放在那边 一块均板 有的大一个 有的小一个 但是 实际上 像 在华为 一些东西 我们都是 很多时候都是在做 一个RAP 包括 Intel 它现在也推出来 什么 RXD RXA RAP SKU 那么 就变成 一个RAP 相当于是一个 代理 那 像Google 的话 他们现在 把名计算 那 就叫做 WearHard SKU 那整个计划 就算 就是 一台机器 那么 在一个 比较大的论 机器 的环境下 像 我们这里 每一台机器 一台机器 比如说这个 方方的是一个 CPU 那一条条的算是一个 Memory 那 我把它 组合在一起的话 我就可以 变成 Virtual Machine 那 我在 我这个 系统里面呢 可能还有 就是 附加的Memory 这些附加的Memory 可能 可以 给它 合并到 某一个 这个 标准的 就是 SMP里面 就是 那个系统 就多一点 那我也 也可能有 加速器 就是 那可能是 GPU 或者是 FPGA 那这个东西呢 也可以 就是 固定到 给它 associate 到 某一个 那么 这个 它的功能 就可能 会 强一点 那 特别是 在今天的情况下 我们 会碰到 这样的情况 原来 应该 就是 英特尔 那个 猫尾 什麽 就是 这个 CPU的计算能力 这个 好像 什么 反应方法 什么 一定增长 所以 科技的需求 应该都出了一个新的 能够充足这个需求 但是 现在已经 明显 看到 这个 硬件 计算能力的 成长 速度 已经 快要到 就是 我们物理的 极限 就是 比如说 3分 运程 能够 能够走到 3分2分 运程 最后 是这个 光学的概念 非得可 根本不可能 做那么小 所以说 它总是有个极限 我们现在看 已经到达这个机械了 那么 我们可能 就需要有其他的方式 就是 像 GPU XL8 这些 来满足 日益正常的 这个 对速度的技巧 的需求 那么 我们可能就需要 把这些东西 就是跟CPU 连在一起 那 现在 Intel 刚出来的 就是 就是 其中的一个体械 最近 最近 在 听一些些 就 这样子 告诉我 他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OCP上面 就看到一条 就带入了很多东西 通过 FPGA的话呢 就可以把这个 性能提高 那么 我们 就是想 就是说 我可以把这个FPGA 放到某一个 Version Machine 里面 那个Version Machine 的性能就提高了 但是 但是 呃 我们知道 这个Version Machine 它之所以 popular 就是它可以牵引一下 就是它牵引来牵引去 那我们的这个 我们也希望这些 我们在 firmware里面的 呃 东西 可以牵引到牵引去 或者是一个东西 可以email 牵引几个 但是 还有一种 就是 呃 有时候 我个人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 实际上 一个OS 不能很强 啊 啊 你真正的用在 一台机器上 你只能用到它很小 一部分的功能 你也不需要一个完整的OS 包括现在 虽然 虽然的话 它这个服务器 就 就像这个 你要乱投这个 这个 这个 server的话 它就不是 但是 不一定要乱投一个 full feature 的OS 可以 根据需 乱投的部分 那我们 这个OS 的话呢 呃 也不一定需要 这个说是 full feature OS 我可以有一些 可能要 这个 就是 VM exit 的话呢 我可以用一些 parallification 的方法 来pass 那 呃 我们 呃 通过 就是 我们 ACTI 的功能 我们可以通过 就是 呃 比如说 让它 实力 从这里实力 从另外一个 vM 等不同的方式 来实现这个 前提 或者是 在一个 如果 一个hunger上面 有一个 accelerate 我可以 下次给它 移到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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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的方式 上面 那我们 也做了一些 像 呃 ACTI上面 做一些 像 PCI device 的 当然是 有很多都是 要有 i的 button 就是要 i的 但是如果 我们 在这个 software的情况下 我们就不宜做 这个 呃 如果说 i的 训续的话呢 可以给它预留一个位置 那么我可以 比如说 呃 把这个 这个 hardware的资源 从这里移到那里 就是 相对什么呢 就比较方便 啊 这个相对就是 我看一下 就是 智商图 那么 在这个 明记站的时候 啊 我 我这个 大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就是 我们有一台机器 这个 呃 有三台机器 那 这三台机器 可能都是 一个 邮件处理器 那么这个 邮件处理器的话呢 呃 一个公司 它 可能有 有部分人 在欧洲 有部分人在 亚洲 有部分人在 在美国 是吧 那你这个 我 如果现在这个 处理 工作量大的时候 我要加一个 加速器 那我 根据我 时段的过程 我会把这个 加速器 如果搜到 那我们一个 加速器呢 就可以满足 所有 不同区域 这个 虚无级的需要 这个 是一个 例子 那 呃 我也就是 看一下 实际上 在这个 这个 学术界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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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嗯 嗯 也研究了 他们 嗯 有一篇篇篇的 叫做 Low High 就是说 他们已经 尝试了 就是说 可以 用一个 在一个 Virtualization 的东西的 情况下 把那个 这个Hypermine的 完全拿掉 还可以 这个 嗯 就是 这个 嗯 就是 就是 大大的提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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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性 特别我们这里 强调是安全可放 因为 嗯 我们一般 我们希望 把这个 就是 Fornware的 这个 这个 嗯 用在就是 高端的 就是高端靠的 一些机器里面 那 我 这里呢 就是 举一个例子啊 这个 嗯 实际上 是 从 我们法委的一个产品里面 抽象出来的 嗯 如果 你有一个系统 啊 嗯 比如说 有一个32P的系统 这个 你32P的系统呢 是 全部堆在一起 呢 是很大一个rack 啊 那 它一个系统 32P的话 它小一个OS 高性能的 支撑机 嗯 实际上 我们 呃 单个的主板呢 它还是 比如说是 4P的一个主板 然后它上面 可以进 解memory啊 解IO 那 我们要 跑一个 呃 32P的时候 我是 我不是去 跑一个虚拟机 一下子 把32P 我直接跑 跑一个BIOS 我在这个32P里面 一系统 我直接跑一个Virtual BIOS 这个Virtual BIOS呢 是 把这些非得多的BIOS 支援全部都成化了 起来 然后呢 弄得比较OS 啊 那我们 这个 嗯 我们这个 控制呢 是可以通过 代外外面来控制 所以 我一直 认为 就是说 这个控制面 和数据面 也要分开 就是说 你如果是 一个硬件 你弄了一个Virtual Machine 你原来通过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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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原来通过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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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以 就是实施控制 所以 我通过这个控制面的控制 我可以把它变成 一台是32P的机器 一台 两 或者是两台16P的机器 那么 还有 或者是 两台 啊 四台8P的机器 或者是 八台4P的机器 啊 这个就 都都可能 所以说 我这样子 就提供了 多了它的另立 一台机器 你买的时候 是 要用这个是另立 然后的话 要考虑到Memory 如果你有Memory 池的话 有Memory的池 以Memory 怎样分配 那呃 呃 现在呢 就是呃 有一个挑战 呃 就是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说 像Intel的Io呢 它现在是呃 呃 只有 不是在一个 4T的机器里面 它只有一个软桥 对吧 这个东西你要虚拟化 呃 车 很安 去就是硬件切分 那么怎么样把一个 一个桥桥分到四个 鼠拟机里面去用 每一期一趟 可以用一个 这个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 呃 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以后 还有很多问题 特别是我觉得就是说 以后这个Memory 固扯啊 你这个怎么样去用这个Memory固 啊 这个 这个 都是问题 所以我这里 大家就是 呃 讲这一点 呃 希望就是说 呃 通过这次讲演呢 就是结合业界 呃 大家的力量 逐步呢 能够 把我们的Foreware 引到 适应未来 这个 这个 资源池 呃 您计算 这么一个方向 啊 那 而不是局限这个 呃 这个 呃 我们现在的唧性的概念 就是 这样 呃 看看大家 啊 有什么问题 或者觉得 比较 有什么意见 啊 都可以 就比较虚 这个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好像你在服务器上 你要装一个虚拟机 装一个hypervider 然后你肯定是另外拿一张纸或者谁告诉你要做几个虚拟机 虚拟机的参数是什么 对吧 然后你再输入进去 然后你建立 那我这个配置的信息可以通过代表输入进去 然后我通过 bmc 去控制这个 bias percent Horror 肯定一种类似那个 bmc 的方法 bmc 的方法 bmc bmc 对 就是说在开控制启动的时候 从那里可以上去 对对对对 就是在启动的时候我可以配置 当然我更希望就是以后在动态的时候可以调整 就是说比如说我 我有很多memory 我可以作为一个失眠池在那边 然后你的计算需要多的memory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加上去 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问题很好 所以说一定要就是带外管理 来配置这个计算机系统 实际上是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您方便讲解一下那个前面 cloud bios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哦 这个就是我的想法也就是 我们以前都有说 Luggesting Bios Luggesting Bios 就是 IBM 出来的那个 Bios 然后 有的 然后我们就叫 UEFI Bios 那就是 软件经过架路 实际上大家都不说 都不要叫 Bios 但是现在 这个 Bios好像比较 顺口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叫 Bios 只是用在不同的机器上面 只是用在不同的机器上面 如果你是用在一个 Virtual Machine上 如果你是用在一个 Virtual Machine上 我就叫做 Virtual Bios 然后如果你是用在一个 Cloud Cloud Compute 上面 那我就叫 Cloud Bios 那这个特点就是说 我原来的 Bios 是按照我的硬件 做出来的 Bios 是死的 那我现在的 Cloud Bios 是按照我用力的需求 我应用的需求 做出来的服务器 是这样坚定的 对吧 所以说 这样我就把它交到 你方便回到上面 所以这里面 比如说 有一种 它的主持结构是 比如说 比如说 两台16.5P的 或者是 四台8P的 或者是 一台32P的 都可以 都可以组成 这样一个结构 对吧 那如果是多台 就是物理机 比如说 四台8P的 组织在一起 那每台物理机 是 都有它自己的 Bios 还是所有的 这个物理机 都 都 就是说 如果你用 现成的硬件 对吧 Intel的参考版内 基本上 就是 每台 每4P 都是它的一个 参考版内 都有一个物理的Bios 但是你也可以 只要一个Bios 然后给它Copy过去 所以说 你只要有一个物理的Bios 能够来完整的描述你的硬件架构 然后呢 你把这些架构 经过不同的组合和分界 然后就形成了 我说的这个Cloud Bios 所以说 我可能 如果这个 举例说来 这个 如果我是有 8个Intel 4P的参考版组成的话 那我只要一个Intel 4P的Bios 就可以了 其他的 我都可以 通过价值成熟的方法 给它算成 那我可以理解 比如说这个Cloud Bios 下面其实还有物理的Bios 那当然有 这个是Cloud Bios 你要软件定义的一个东西 你首先要有个实体才能够定义 那在这里 Cloud Bios它的主要功用是什么 按需 去行使一个硬件资源系统 来满洲 就是 有的事情就是 讲的再复杂一点的话 就是原来我们 是 就是我有硬件 我组一个OS 然后我就找一个Application 我这个Application 并不是 我要挑用什么硬件 我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对吧 我要买一个什么型号的 多少钱的GT 那个Purchasing 这个很长一个过程 那以后在原计算的情况下 实际上这个概念不存在 就是 我有很多的Application 我叫做Walk Node 对吧 我有很多的Walk Cloud 然后呢 我这个Walk Cloud 要配到各个各种的计算单元上去 这些计算单元呢 不单单是CPU和Memory 它可能是 FDGA 对不对 然后这些分配的过程呢 叫Architecture 就是我来分配 把它分配上去 所以说 一些概念已经 超出这个单独的一台 小的服务器的概念 那么我要运行一个Workflow的话 我这个Workflow的 比如说是加密的 或者是解压的 那我只要 我这台机器 或者这个Processor 我只要解压就可以了 那我解压的话 我可能 我一个专用的减压的FDGA 或者是一个asset 可能可以抵持的CPU 还可以它省略 对吧 所以 所以这里 Cloud 其实跟VMM 是有点公路上有点相似的 有点相似的 但是要超出这个东西 就是原来的话 Virtual Machine的话 你也知道 它是在一个Homogeneous System 就是说 如果你有10个数据 它可以给你分配 分成一个0.1个10个 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 Homogeneous System 里面又有GPU 又有FDGA 的情况下 那个没有Virtual Machine 是可以支持这种数据 然后整个BIOS的这个价格 其实是从最底层的物理BIOS 到中间的Cloud BIOS 再到最上面的Virtual UEFI 是这样的一个极致结构 Virtual UEFI 再布置上面的GestWars 对 对 Virtual BIOS 是由Virtual UEFI 和Virtual HPI 是同一个点 好 谢谢 谢谢 喂 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Cloud BIOS 这个 从物理BIOS 怎么去聚合 这个Cloud BIOS 这个过程 都可以讲解一下 它是怎么聚合的 哦 这个聚合的话 肯定需要有一些 专门的硬件吧 这个 像 我们华为 它就有自己的芯片 能够把 把 两 两台机器完全融在一起 对吧 然后 通过 这些专用的技术 可以把它粘起来 这个 目前Intel 也没有提供这样的东西 那我理解可能就是指的是 通过网络 或者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 嗯 网络的速度太慢了 可能就是 就是 现在硬件实际上 出来很多新的硬件 就是 包括 像 因为 像Intel的话 比较成熟慢 它的FPGA 可以通过WPI PCI 跟PCI 连起来 对不对 这是公开的资料 都报道过 那么 其他的话 像 有一些FPGA 的话 可以通过PCI 嗯 解析 像 微软的那个 数据中心 它就大量的 用了FPGA 是通过 这个 PCI 解析 嗯 嗯 所以说 这个东西 我们 不想 就是 我也不知道 所有的东西 对吧 但是 这个世界上好多人 都在研究的东西 说不定 我们 在座的 那个 不是不想的人 都在研究一种新的东西 可以研究 形成一个 就是 现在就是很流行的 需要形成一个资源池 你要形成一个资源池 必须要有高速的能力 哦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嗯 这个 就是说这个 这个 Cloud Bios的话 我理解可能是在 某一个物理的节点上 可能 嗯 可用 但是如果说 物理节点和物理节点之间 例如说 那个 那个 南京和北京之间 嗯 这种 它这个 Cloud Bios 这种 啊 这个 你想要比我还大 就是 我 我目前想到的 最大的是 在一个地方里面 呵呵 还没有考虑这个 就是 就是 就是在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 嗯 我目前想到最大的 就是 就是说 想我要Apps 就这个 就是 在一个地方里面 如果 嗯 要更远的话 应该怎么能做 通过 就是 OIC 那些就可以做 好 谢谢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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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正好 问题 就是 可能 就是说 因为我们传统 这个 知识人 BIOS 大家尽可能说 把BIOS 简化 提供尽可能 这个 强细的硬件 然后把具体的一些 事情 交给这个 应用场 或者这个 交易行场 那今天 您这边讲的 这个方案 就是说 想把一些东西 原来在应用处传 作用 就是韩国瑞士的行为 来向下来 让它预烈害情 对 就这个是 就是 我想一下 就是 我 你这个问题 其实很好 就是说 我们所做的一切呢 第一个就是 为了 这个 节省能力 做得快 对吧 就是 这个 创新的速度要快 那 创新的速度要快的话 他们 都很多人 都是 有 OS 的 所以很多创新的 的确是在OS里面做 说实在 都是两件 你在哪里做都一样 那么 你这个 OS里面做 那OS里面做呢 有一个好处 就是 谁都有OS的代码 谁都可以做 但是 它有几个作点 如果你要是产品化的话 你一个OS 它如果是开源的话 你要 就是说 要有方案 你要提到 开源社区 开源社区的 它要 Evaluate 然后 它要等 硬件所有人的反规 好不好 对不对 然后呢 它认为好了 它给你放到 下一版的 Linux版本里面去 然后 这个Linux版本呢 要被 Distribute 收入 收入进去呢 这个Distribute 一般 大概有 翻译到里面的 整个 Test 等到你 能够买到 一个OS 支持这个功能 那可能就是 你难以拖到什么 大多数小公司 要做一个 新的功能 拖两年 就差不多 十万 这个 所以说 我们 我的想法 就是说 很多功能 你可以在OS里面验证 但是你要出去的时候 可能是 在Firmware里面出去 更方便 就是 我能够保证 你不需要用 你买一个机器 你买一个OS 上来 马上有用 而不是说 好 我们 现在都是 比如说 用Linux 4.9 我这个功能 非要到 4.11 可 才用 那 我们公司 把全部update 可能的是 对吧 就好像 所以说 这个跟着硬件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硬件有创新的时候 一般大家 也希望 我这个创新 能够保持一段时间 不要 不能把所有的秘密 都公开出去 所以说 你放在这个Firmware里面 比较容易 保证你的竞争优势 同时呢 又跟 别的硬件是坚弄的 所以说 我有一个加速器在里面 我 锦衣 可是不是 你开了倍 那我都 禁止入手 但你管我 没有在加速器里面 你还是用你的OS 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 呃 呃 比较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OS的话呢 现在在明天上的情况下 这个OS 它要做得很简单 就是说 我下载一个OS 不管我放到什么 Hardware上的东西 那OS 它就不可能考虑 你各种各样的创新的 这个Hardware 啊 要考虑一些 OS 实在是越来越复杂 那么OS 但软件到达 复杂成的越多 它能出错的机会就越大 那它维护的东西也就越复杂 所以说实际上 啊 就是说OS的部门 OS厂销 他们都有这样的想法 那像你说 这些乱死的部门 我不做 我做不了 你们每 每家的病件都不一样 我怎么拿好证明 这个乱死的部门 持费呢 所以说它希望 把一些部门 都会放到这个 H 所以 有的时候是 叫做物质必反 就是 有一个过程 就是一开始 像IBM的话 如果你去看他们的 IBM的小型机 那 那Hyperbite 都是在公文里面 它在Open Source里面 那些 主要的功能处 都不存在 然后 到了X86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 这个BIOS 不过 连Basic的Compiler DOS 一开始 全部都是在BIOS 后来 才有 到OS 才分出去 所以 我第一次做BIOS 就是 一半 一半克的 COS 之类 那 所以 现在的话呢 我 更 认为呢 就是说 在Fernware里面 相对比较 比较 作为一个 厂商 在微控制 然后呢 可以 调好了之后 马上 就是把这个技术 拿到外面去订用 如果 我的定解 做好 这个OS 或者只有一定版本的OS 才能订用 我 卖得出去 谢谢大家 就是 我们 从 针对同样的安全 容器的安全 比我们 在各个华为 也在 做一些 innovation 如果 今天这个 非常不幸 就 从这个BIOS 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可以 更多的 提核力 可以做得更多的方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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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提到 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 我明天也在这里 如果大家 要有问题的话 我们也可以 下次再谈 就这样 好 谢谢大家